拍台湾电影 说台湾故事 我是魏德胜 欢迎收看导读台湾 中日交友战争之后的谈判 为什么日本执意要拿台湾 当然最主要的 就是看重台湾丰富的自然资源 所以1895年日本入主台湾之后 为了方便开采载运这些自然资源 于是大举兴建铁路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总督府为了搬运山上大量的木材 采用灵学博士 和和施太朗的建议 建造亚洲国家中 海拔最高的载轨登山铁道 阿里山林业铁路 从海拔30公尺的嘉义市 一路升高到2000多公尺的深山里面 因为山形险峻 铁道必须要迁就地形 要一路环绕盘旋到山顶上 其中还有许多马蹄形的大弯道 尤其是在17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来提升海拔的高度 以当年的人力和物力 要建筑这样子的铁路 真的像每天在爬刀梯一样的痛苦 当然更厉害的 这条铁路一直到百年后的今天 都还在营运 只是营运的项目有所改变 由于森林游乐 和观光产业的急速发展 为了因应大量涌现的游客 阿里山林业铁路 从过去以运送木材为主 转变为载运游客 发展成观光列车 深受民众的喜爱 红色和奶油白相间的列车 行驶在阿里山森林铁路 这条全长71.4公里的铁路 1912年完工启用 历史悠久 时至今日仍旧维持着百年前样貌 铁路枕目是石木制成 驾驶必须下车 手动操作轨道来转换列车方向 虽然是日制时期所建造 但至今仍是世界上难度最高 最复杂的铁道工程之一 就是有一个很厉害叫赫尔斯太郎 他在1902年的时候 他就找很多日本人 他就走路还有原住民 带他们上阿里山 他就发现也多 我刚才讲就 蜙薄啦 还有红筷 回到日本以后 他叫日本 那个郭伟雅 就提示这个意见 和和博士想要打造的 不只是一条森林铁路 而是世界级的登山铁道 但光有梦想 还得要有人支持 当时担任台湾总督府的 民政长官厚藤欣平 就是他的伯乐 这厚藤欣平 也就是后来 普遍被认为是在日治时代 影响台湾的第一人 和和梦想的是独立山螺旋线 这样的旷式巨作 不过在19世纪末 全世界只有瑞士造出来 也因为成本太高 一度遭到否决 直到1906年 和和结合民营力量才动工 阿里山铁路 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登山铁道工法 就是独立山螺旋线 他现在穿过独立山的三副 然后转一圈 就是第一圈螺旋 接下来火车呢 要穿过独立山的三副 第二次 现在来到的第二圈螺旋 现在通过8号隧道之后 紧接着进到9号隧道 再次穿越独立山 那个地方就是独立山站 接着再以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八字形回旋爬上独立山 一般人看起来觉得没什么 但是想想看 他当时是在 西元1906年的时候测绘完成 当时要做独立山螺旋 一定是用徒手 要搬很多测绘机材 更何况 很多隧道 其实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因此 他必须在隧道里面 量坡度跟量曲线 而独立山前前后后 有11个隧道 这一时的独立山的工程 在当时必须花掉 相当多的经费 钱都烧光了 却还是盖不完 1908年连纵贯铁路都通车了 但阿里山铁路路线 仅完成一半 功败垂成 日本人急切想要的千年神木 统统无法运下山 最后总督府评估 在更动和和原先设计图后 由阿里山作业所接手开发 1912年加一到2万坪 终于全线通车 早期是拉一些工程的东西 但是他大部分在民国五四年之前 他都拉我刚才讲是拉那个珍贵的木头 什么红筷也没有啦 就拉到凤球过一个晚上 再来到出席 出席再来到嘉义 1915年最高的塔山县最后完工 也就是现今的明月县铁路 塔山站海拔2346公尺 是当时日本帝国铁道最高点 也是亚洲铁道最高点 但这属于日本帝国的荣耀 伴随的却是阿里山的森林屠杀 台湾珍贵木材遭到砍伐殆尽 和和日后再度返回原地 对于昔日参天古墓 借一被砍伐的情景感到十分感伤 写下了诗句 金首诗也成了日后明月县名称的由来 而也因为砍伐千年古墓 当地流传阿里山主峰塔山 就是邹主祖陵的所在地 因此难以解释的传说流传不断 1932年17名发木工人 在森林中像树木般死去 三年后日本人盖起青铜筑成的树林塔 开始在这里镇守着森林 祭祀树林也安抚民心 但阿里山的传说不止这件 吊诡的是塔山里县铁路 在日本文献里都是记载的3.4公里 但后来却凭空消失了2.54公里 我在72年我曾经开 第1月29号的柴火车头 我们有全境有去那边拉木 但是我们只有发现900公尺而已 这段消失的铁路到底去哪了 其实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 1944年日本害怕美军登台 因此将大量的军需物资 用火车运到了阿里山 在塔山建议的山壁开着了隧道 为本土防卫决战做准备 日本他们就放一些什么 我们说金子是一种性质 什么或者是一些 较重要的东西还是义务 因为他们对这个 鉴别好像非常重要 随着二战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 隧道封闭起来 正确位置再也没有人知道 透过Google Map 重新定位塔山里线 往北通到大塔山的山腹右侧 塔山岩石坚硬 的确是阿里山最佳军事隧道 掩体场所 是不是真的人存有国家宝藏 历经百年无人揭晓 但历史归历史 传说归传说 就让这谜底 流传在阿里山的秘务之中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